小男童玩玩具 不小心手指卡在手搖鈴裡面 拔不出來 痛得娃娃大哭 他的媽媽趕緊帶著他 到消防局球員 只見消防人員拿著斜口錢 小心翼翼將手搖鈴剪斷 明消防人員將切口剝開 小男童的手指這才脫困 當下已經有腫脹的狀況了 然後立刻使用那個破壞工具 先把他撐開 然後再破壞掉 然後立刻就可以 就幫忙小朋友脫困 26號晚上證明小男童 被媽媽抱到消防局求助 消防員這才發現 小男童的右手手指 因為卡在玩具裡腫了起來 趕緊安撫男童情緒 要給幼兒把玩玩具的時候 盡量不要有那種孔洞的 孔洞的玩具 因為那種塑膠類的玩具 小朋友因為手指很小 很容易一伸進去就卡住了 幸好男童媽媽發現得早 手指雖然腫脹 但血液仍能回流 才沒有釀成更嚴重傷害 只是小朋友玩玩具時 必須有大人陪同 才能降低意外的發生 幸好公安 陳時芳 賈予報導 金豪 陳時芳 賈予報導